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 Best Mesh 不專業開箱 早前因為太忙的關係,所以來不及跟大家開箱 今期就跟大家開箱這個 SHF 小金人塔爾塔羅斯 外俠方面正面都是以往的超人SHF一樣 可以看到公仔的實物 至於背面會有角色展示圖等等的圖片 我們現在就立即開箱了 這個塔爾塔羅斯是出自於超人網劇 超級銀河格鬥的角色 它的戰鬥力真的相當誇張 雖然我自己還未看完,只是看了頭兩季 不過這個塔爾塔羅斯的戰鬥力真的很厲害 這次都是一樣的,說明書等內容都印在開封後位 我們直接拿出來看看什麼 拿出來之後,公仔只有一層 背面就有類似穿越時空的牌給你 我們先看看內容 內容方面,除了公仔本體之外 亦會見到這裏有二、四、六、八、十、十一隻手型 還有支架給你,可以動牌 基本上配件可以說只有手型和牌 簡單來說,我們先來看看這隻公仔 這隻塔爾塔羅斯身上的常識比較偏向暗橙色 所以這隻配色我也是可以接受的範圍 至少不是鮮橙色 我們來看看它的可動 首先頭部的部分 抬高和低幅度是只有一點點 左右扭幅度也不大 大概只可以扭到七十至八十度左右 連一條頸都不能轉到三百六十度 接著到手的部分 這次的肩甲不是連住手臂 所以它的可動性很有限 前後扭也可以去肩甲 但是抹大就抹大得不多 所以導致手臂要平舉的話 其實就不能平舉太多 如果要向前轉的話 也要肩甲位向前扭 這樣才可以令手臂有更多空間 這一點有點可惜 因為這個肩甲真的限制了手臂的部分可動 至於轉方面 手臂要轉的話 都勉強可以轉到一點 但你說很大幅度三百六十度轉 就沒有了 另外手臂這裡也沒有獨立關節可以轉動 那就有點可惜了 手臂這裡反而有獨立關節可以轉 也算是彌補手臂的轉動問題 即是手肘抹曲的範圍也有90度 手形轉等等都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做到 接著到腹部的部分 腹部可以看到 胸後的紅色紋理也有做到出來 做得也算是很仔細 這麼細緻的位置也有做到出來 可動方面左右扭少少 上下的幅度也正常 連上腰扭的話 腰柴比較緊 可以扭的幅度也不是很多 只有二十多三十度的幅度可以扭 向後的幅度也有少少的幅度 你說可以大扭就沒什麼辦法 接著到裙扭這裡 裙扭這裡是用了軟膠的質料 不是布的質料 所以裙扭的形狀都是固定的 沒有辦法讓你隨意擺放自己想要的動作 有點可惜 但由於裙扭影響 所以擦大幅度也沒有影響 都可以擦到差不多接近一字馬的幅度 也算是OK 不過不知為何 右腳這裡是比較鬆一點 左腳會比較緊一點 不知道算不算是我個別的例子 還是通病 可動方面 向前身 向後踢都沒有什麼問題 轉的話 都可以大幅度轉 但是沒有辦法360度這樣扭 左腳這邊的關節是特別鬆的 真的不知道要減什麼 先拍好它 大家看看 大腿的那位的比例不同 右邊是少一點 左邊是鬆一點 但是多一點 不知道要做什麼 奇怪怪怪的 膝頭的關節屈曲 都可以屈曲到這個 貼著大腿的幅度 都算是OK 然後呢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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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到腳腕 腳腕這裡轉的話 都可以360度轉 另外腳前掌這裡 都可以上屈 不過都有點鬆 然後背景板的支架組裝 都很簡單 直接刺上去就完成了 今次這隻小金人塔爾塔羅斯 我自己覺得很可惜 明明是一個很有魅力的角色 但是這隻公仔就被官方弄成這樣 首先可動方面 公仔的可動性比起大多數的SHF 明顯是少了 頭部轉的幅度又不大 手臂活動亦受到肩甲影響 左腳的關節又有點鬆 甚至連肩膀頂口位這裡 都有明顯的白點痕跡 那麼公仔的可動和上色 都是有問題出現的 他見偏少 只有手形和背景板 我都算了 但是最令我討厭的地方 官方就是手臂夾竟然還要自己去換 我頂啊 之前的SHF Saber 就是因為這樣才弄得有不少玩家去抱犬 怎會老美還敢這樣設計 真是我狠狗 都不知哪個混蛋想出來 唉 所以大家都見到我連手形都免換 難怪這隻SHF沒有炒氣 開箱後我終於明白為什麼 本來這個角色絕對是可以做到一個很出色的SHF 但是官方一系列的垃圾設計和造工 真是直接摧毀了這隻SHF 價錢方面 現在市價和訂購的時候都是一樣 最便宜了380港幣就有交易 不過這隻公仔的質素 真的不知道會不會再跌價 有興趣而未入手的師兄可以再留意一下 今次的開箱分享就到這裡 喜歡的話也不妨訂閱、LIKE和SHARE影片出去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 主eil公司 我 不願意 我 我